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意志力非常的坚强 是因为他在打工这十年的经历里面 他就一直想要创业 而且他一直对室内设计感到非常的兴趣 也非常的坚持 所以他在打工十年后 他就下定了决心要正式的进入了室内设计的这个领域 并且开始从这个Felines一直到创业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在他身上我可以聆听到他的一个非常棒的分享 也就是他究竟如何一直坚持在他感兴趣的这个领域里面 以及如何当他在面对这个挫折与难关的时候 他如何站立起来 如何坚持的走下去 直到来到今天得到非常棒的收获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聆听Step的分享 一同来向他学习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四季商海名人坊 我是主持人Noelle佳佳 在现场这里呢 我们有来自Yong Studio的创办人Steph在我们的现场 Steph你好 嗨你好 我是Steph来自Yong Studio 我是一名森内设计师 然后目前呢 有十个设计师跟着我们的团队 我也不单仅是一个设计师 我也是一个建筑师 所以我也帮人家改造和建造他们的物质 太好了 那好不好向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在这行已经有大概多少年的一个经验了 自己本身出来创业已经七年了 但是公司只有三年 因为之前都是以一个设计师的状态来创业的 一开始是就读室内设计这个课目呢 一开始并没有就读室内设计师 这样家人也不那么赞同我去读这行业 所以也因为我很坚持 所以我就决定去打工 不要去读书 所以过后呢也因为身体的状况 然后父母也希望我去读书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想要的设计 然后我就开始去读室内设计 所以是在打工后才正式在去读书 对 所以读书后就是一毕业就加入了 弗兰斯 四年设计的概念 没有 并没有 我还是打工了两三年才自己出来做弗兰斯 你很坚持 对 因为我很喜欢 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设计这个行业 所以四年设计师一开始就是你最喜欢的科目了 四年设计师是的 因为从小到大我妈妈他们都会买那些杂志 杂志后面都会有一些那些香港的设计 甚至在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感觉 我就很喜欢那种家的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专做家 因为我觉得家是每一个人的避风港 你开心不开心你也会回到那个地方 但如果一个好的家 它就可以带你很温暖的一个气场 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家 所以你的梦想就是想要打造一个美丽的家 不仅仅是美丽的家 是每一个人都很想去的家 回到家会很舒服可以安心的一个地方 对 当初是开始在从事freelance的这七年对吧 就是创业 是三年 然后我就创业 就开始创业 现在就差不多只十年了公司 所以在从freelance三年后 你当你决定要创业的那个阶段 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你踏入了创业的这回事 我觉得我出来做freelance的时候也不是家里认同的 因为我一出来我也不是只是淡淡花图 我就承包了整个工程来做 然后在没有经验下我也亏损了 我也亏损了很多钱 然后家人更反对 因为他们觉得 一我做的行业已经不吃香了 然后还要自己出来当老板 然后当老板也不会做老板 然后就是一个小女生你要去做一个比较刚性的工作 他们也不是那么的赞成 所以当我亏损的时候 家人其实给了我很多的压力 让我希望我回去打工 但是因为在我创业的过程 因为我的错误 然后我已经亏损了很多钱 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所以我就必须努力的把钱还完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的坚持 我走到了今天 就是真的不想 也不想让别人失望啊 对不对 还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自己是非常努力 要保持着这个信念品牌 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放弃是一个很容易的事 就是你不做啦 你说一声不做就很容易 但是坚持它可以让那些支持你的人 觉得我没有看错人 这是我对的 好 把我多分享 当时候的你的心情是如何 当你面对这个错误打击的时候 我明白就是每个人 可能内心都会非常的焦虑 非常害怕 当时候的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又是怎样的一个方式 让你决定要坚持下去 其实当我做错的时候 然后我会一直质责 然后也不知道如何去 因为我觉得再去可能就会把事情 越做越糟糕 也没有真正的一个导师来引导我 或者是我家人也没有真正的支持 让我再继续做下去的意识 所以我也是通过自己 很努力告诉自己 必须要做出一半成绩 因为当时最反对我的是我的父亲 然后我就想要证明给他看 但是因为在那时候来不及证明 他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就觉得 心我要证明的东西 我要证明给他看的也不能做好 这样这段路 我希望真的是走到一个高峰点 真的是让天上的他看到吧 就爸爸也成为了你的一个动力 对 希望说爸爸能够见证到你的努力 对 在整个过程中 相信你也会面对很多的客户 有没有遇到一些客户 就是让你觉得很感恩啊 或者是有一些客户 让你觉得很挑战的呢 会 首先可能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在我们这行业 因为我们这行业会面对很多的 不同的族群的人 然后我们也是一个中间人 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把客户的讯息 传达给我们的 批评员啊 批评员 所以这些东西也可能会因为 你的交易不好 然后你就会得到很多后面 后续的麻烦 所以我觉得交易是很重要的 当我觉得不能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别人不能 而不是承诺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 当你跟人家说可能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是可能的 但是当当就是你的 你的犹豫 要马上 我觉得是马上给人家知道那个信息 不行就是不行 行就是行 而不是给他一个假象 或者是你认为行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经过我的失败到现在 我学会的东西就是不行就是不行 行的话我就会帮你做好它 就是不要过多的承诺 对 因为大家就会 因为顾客的期待值会更高 对 所以我们可能就不要让他们觉得 一定会达到100%完美 可能让他有一些空间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会有预备的心 他们不会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是在最糟糕的状态得资 当然有什么客户会让你特别的感动呢 你在设计了这么多间家 但是相信很多客户呢 应该会很开心咯 我也会觉得 对于我来讲很 proud的东西是 很多人可能会告诉你 物质有多漂亮 可是在我接触的顾客 或者是能做好的顾客 他们都会告诉我 我的朋友来到我的家 告诉我 很想住在我的家 就很想告诉我 他们会 朋友说 不如我们换家族 这些就是我觉得比较 proud of it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领奖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肯定 他不会比来自顾客的一句称赞 好像最近我刚收到的一个 text message 是两年前的顾客 他就会告诉我 我还会告诉你 我仍然会继续爱 你为我们的家 所以 这些东西就是你会觉得你 proud of it 因为你做了一个人家想要的 不管一年两年 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十年 他都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对 真好 所以真的是 像你所说的你把 你帮顾客建立了一间非常美丽 然后他们就住到非常舒服的家 这就是可以让他们真的是可以 很长一段时间在里面很享受 那个回到家的感觉 这是我觉得最 proud of it 其实在这个室内设计和装修的 这块领域里面 这个知识里面 能不能和大家多分享一下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呢 因为可能说大家都会 concern about budget的问题 对不对 那要怎样去把这方面 我有想很漂亮的家 但是 或者是很特别 或者说到很舒服的家 可是我可能预算没有这么高 那怎么做呢 我觉得首先 你先要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顾客他 因为现在很容易拿到那些材 那些我们所谓的概念 或者是可能 从ID的形象 所以从这些东西 你拿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其实你自己要什么 你只是觉得 可能这厨房我很爱 这地板我很爱 可是他到底能不能配在一起 你不晓得 所以我觉得通常你应该去找一个 你认为或者是你觉得 这设计师的作品很适合我 跟我想要的感觉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从这一点你就会开始去找你的设计师 然后你应该多跟你的设计师沟通 因为我觉得在整个设计里面 我不把我自己当成是一个设计师而已 但是我是一个策划师 我如何帮你策划你的家 用你的钱 用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再告诉你怎么样去行事它 怎么去做到它 而是让你参与了整个过程 而不是我说了就算 就是我们是以参与师的方式去做这设计师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沟通 你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你也在里面做着你想要的家 你也是一样的房间 你不是请了一个设计师 让他完全的就做他要做的 因为到最后的点 这不是我的家 这是你的家 我要打造的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是一个可能 经过我的经济 经过我的知识 然后我可以给你一个 你想要的家 通过我这些力望的经验 像关于家具方面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定做的家具 但的确它可以就是用很多年 但是可能价格就会挺高 那你在建议顾客上面说 就是设计之外 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有家具的装修 那你如何建议顾客说 可能我可以用到一些 比较怎样材质的家具 或者是价格方面的一些配搭 来让它们比较舒服这样子 家具方面呢 它其实有从低价位到高价位 这样也是应个人的预算去能力 然后去找出你适合的 但是我通常会建议顾客 如果在可能潮湿的地方 就可能真的是用比较好材质的木 去做那个厨柜 因为来靠近厕所的地方的厨 就可能你可以用比较好品质的材质去做 因为它比较耐质 比较耐质 好 那当然再说回你的团队 团队现在目前有十个设计师 对不对 那你是怎样管理你的公司 怎样管理团队的呢 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目标 还是一些各类型的启发的训练 在我们团队里面呢 我坚持着给他们自由 因为我觉得设计师必须要有自由 他不是来一个公司 来一个公司 他有公司 在室内设计这一块呢 我觉得自由很重要 所以在我的团队 我会让他们知道 就可能就是在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 我给了意见 我参与多的是给意见 我不去让他们跟着我的脚步 去做我要做的东西 他们都是属于个体的 所以我的设计师都是个体的 他们不会随着我是怎么的概念 或者是我是怎么样的设计师 然后他们跟着我不会 我会用我的知识 或者可能是我的经验 去告诉他们 这个东西行得通吗 行不通吗 但是我不会让他们跟着我的脚步走 因为我觉得设计师 都是自由的 太好了 但是当然他们的工作时间 都也没有说 一定要像admin这样子 固定上班固定下班 对 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的 所以都是 设计师很重要 我觉得我在选择设计师的概念是 我觉得一个人的那个 那个 attitud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他的task task也很重要 但是attitude is more important 当你要做一个成功的设计师 是 那当然在设计的这个要求上面 你有没有规定说 我一定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素质 一个怎样的一个高度呢 对 我觉得不只是在视觉上 因为视觉这方面是大众化的 不同口味有不同的喜好 不同人有不同的喜好 不同的口味 这样对我来说 真正好的设计不只是美感 它也是一个感觉 你进去的里面 这地方 这空间 带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一个什么样的心灵 心态 可能你进去你会觉得 它是普普通通 但是你一进去你就会觉得 这就是我要的 就是那么简单 对 非常好 好 那我们先接受上半段的采访 我们待会广告后呢 相信Steph呢 这样可以让我们了解 更多关于你本身的这个信念 以及如何带团队的这个故事 好不好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后呢 我们再见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欢迎收看第四季《上海名人坊》 在现场这里呢 依旧有来自Yong Studio的创办人 我们的Steph在我们的现场 那Steph呢刚刚就聊到说 关于这个设计这一块的领域 就有得到了很多的知识嘛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 我看起来您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坚持 就是从过去到今天呢 都经历了十年的这个旅程 都一直坚持的走过来 可是在整个阶段里面 其实你是凭着一个怎样的信念 支撑着你 就刚刚我们有说到你就是 要证明给大家看 说你是可以做到的 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内心里面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坚持的动力在里面 我觉得当你选择了一个行业 或者是一样一件事情 你就必须把它做到底 这是我坚持的 然后可能在当中 你也会有很多的挫败感 可能你也会 不懂得如何去做 可能在整个旅程里面 但是我觉得坚持很重要 对我来讲 一路走来 大家都会跟我说 可能就比较熟的 就是我是个打不死的小枪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 dry through 整个hold journey 因为每一次都 当你不开心 可能你比较在情绪 比较低落的时候 你就是勇敢向前的时候 就是你告诉自己 其实很多人都是看好你的 然后你更想要证明给别人 看你是行的 或者是你会告诉自己 你已经大陆了这个领域 你就得做好它 因为这段旅程 或者是我成为一个设计师 到今时今日 我成为一个老板 都是来自不易 因为这一切都是 在很多的不支持的环境下 去创一步一步砍关 过关 过关这样的走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内心最强大的就是 不要怕失败 也不要怕挫折 要勇敢前进 我觉得每一个的失败 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你可以在失败中选择放弃 但是你也可以从失败中站起来 然后让自己发光 对 非常好 因为尤其是身为女性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女性可能还要 面对有些时候 可能情绪上会有些波动 或者是我们会比较感性 尤其是身为企业家 身为创办人的你 就是要带领团队也更加的不易 好不好和大家分享多一点 关于您自己 就是身为一个女性 尤其是这个带头者 一个领导者 你觉得你应该具备 或者是说你给自己设定一个 怎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还是一个领导模式 让你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上面 达到一个平衡 就是你给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在我之前创业的时候 可能我就没有那么爱惜自己 就平时都做到半夜上歌 然后每天每夜 然后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到处照顾好自己 才是更重要的 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 你才能带好团队 这样适当的一些运动 好像是适当的照顾好自己的运动 管好自己的饮食 这些都是可能可以帮助你 做好你自己个人的形象先 因为在几个月之前 就可能是一年前吧 就我就一场大病 然后我就从好肥的一个身形 见到现在 然后我就是发现在 在那个旅程我就发现 健康很重要 你一旦没有了健康 别说你要创业 或者是可能做好你的工作岗位 它可能还不能带来团队 因为很多事情都解决不了 人家要找你也找不到 所以我觉得照顾好自己 首先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健康 对 所以我现在更会觉得 爱惜自己吧 然后爱惜自己 做个任务员 当你说了你就要做到 所以我觉得这些坚持 都是需要的 很好 好不好给一些想要创业的人 一些建议 今天大家都很想创业 那究竟创业这回是不容易 也有好多挑战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建议 可以献给他们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 以前当我在创业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我 当我在失败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 做就是了 可是我不明白这道理 怎么做呢 都已经做了 天天都在做 就上班也是同样的时间 也没有偷懒 就好勤劳的在做 可是我觉得 当你遇到了什么 是叫真正的做 就是你会自己发自 那个内心的去做好 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被人家看到 然后我觉得坚持两个字 是我觉得必然的 然后 当你determine了过后 你要consider 就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 你不能今天努力 明天不努力 后天努力 大后天不努力 就是真的是要很 真的是很一致的 努力就是努力 所以我会觉得 创业的人应该有的精神就是 打不倒 真的打不倒 就是不管你在任何时况 你都要真的是告诉自己 他老天关了一条 然后老天关了你一闪门 他也会帮你开另一闪门 对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理念 我就走到了今天 就是要坚持地相信自己 对 了解自己的强项 对 了解自己的能力 坚持走下去 对 那你本身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公司或者是个人 嗯 在公司的计划呢 我想把它打造一个平台呢 是让设计师能自我发挥的 所以也就是跟着一样的 我带团队的方式去做 就让每个设计师有自由的发挥空间 然后让他们自己成为真正的设计师 可能在外外 外国的品牌 你会认识很多的设计师 就是可能你不太晓得他们的公司是什么名 但是你都会记着设计师的名字 这就是我想要打造的一个设计 将来设计的一条路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就是 创造更多的设计师 太棒了 就是让更多的设计师可以有 下入影的公司 对 得到更多发挥他们这个设计的这个平台 对 对 因为我觉得设计师应该是个体 他不是代表着公司而已 但是他是代表着个人 你站出来 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人家怎么看你 你是怎么样 怎么类型的设计师 你是属于什么设计的设计师 对 在你的商业模式的话是 因为大家都专注在个体上面嘛 那公司本身就是怎样来让你的品牌在整个市场上能够发挥呢 你是要把这些品牌做起对不对 对 在这东西呢我会觉得在这块呢我平时是以我们做的我每次都跟人家说的我做的不只是视眼看到的东西我做的更是心灵上的东西可能你在可能你在设计你的书的时候可能你看不出照片里面的感觉但是你去到当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的是 就是我想要的所以我觉得感觉比较重要所以我会创造一些空间真的是你一去你就可能会想要拿着很久就坐在那里一整天可能你就是会在那个区域的时候就是想要有很多人一起结合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在家很重要 那家是一个其实它就是一个关注你的家族的朋友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嘛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有一个好的地方去跟家人好好地沟通好好地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舒适的家大家都不想出门的话那这个关注就应该很好吧 那当然你的个人呢你觉得公司就不说啦公司也非常棒一定有很好的发展方向那你个人呢有什么梦想要完成吗 我的梦想呢是真的可以拥有几个团员真的好像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就真的看到他们有成就 然后真的是人家一出去就会觉得这设计师好棒然后这设计师真的是个人的设计师而不是带着用设计的领域他真的是一个 能够独当一面能够独当一面能做好自己设计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复制会比起一个公司当然也要强大啦但是比起一个公司强大我觉得那个满足感和那个成就是我更想要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可能你本身当然也是由你自己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当然是可是目前当然是以公司作为最主要的部分是因为你身上肩负责要带领团队带领公司发展的这个责任 责任有时候就是在团队身上你就会感受到你不能够放下嘛因为你已经有团队在背后支撑着你 所以这也是身为一个企业家创业家的一个身上甜蜜的负担 可是你会觉得越走虽然是很多的挑战但是越来越开心对对对因为有一般人你需要带好他们 对那对你来说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刚刚记得你说不管是在你还在摩托店打工的那个日子 你还记得你依旧想要去做设计的这个行业从那时候就坚持到现在啊 那今天终于完成了你想要做的事情还做得非常的好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 我想跟我自己说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一路走来起起落落或者自己的坚持我觉得应该谢谢自己吧 就不放弃就真的是不放弃的一直咬牙跟或者是就是求知识去向一些领导者求知识我也会去上课 当然我也会去学习跟一些比较就是真的是企业家学习我觉得不断的学习还有努力是我就想跟我自己说你很棒 非常棒啊你看你哎呀好感动啊你看你哎呀就刚刚你有说吗就想证明给爸爸看 虽然爸爸不在了但是爸爸如果今天他在天上看着你的成绩我相信他也会很感动 我希望是的因为在他走的那一刻我觉得最让我放不下 最让我觉得愧疚的是我因为当下的我不知道到底我的坚持是对还是错的 因为我还在犯错的期间我也还在摸索的时间然后我也没有并把我的事业做得那么好 而且还是在可能说是在这整个旅程最失败的一个阶段里面 然后我也没有证明了自己能走过这是跨过这个时间 所以这是我的遗憾吧我觉得 嗯但是呢往往因为现在看回去你就发现到过去的这些种种的经历 他就好像拼图所以在拼图拼拼拼拼起来就发现他就成为了一幅很美的画 所以就证明说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有机会真的都有机会走过非常挑战的路程 但是有谁能够勇敢走过来对不对能够勇敢坚持走过的那个人呢 往回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都会成为很美丽的故事 真的而且也要谢谢他如果可能如果可能没有他 我觉得不会那么的坚持或者是坚强对 好最后一句话就是好不好给观众一个 嗯一句话吧就是在人生的旅程里面到就 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机会遇到一些挫折跟难关 那好不好以一句话来鼓励勉令我们的观众希望他们面对难关的时候 可以怎么做 当你觉得自己难的时候 其实往往还有很多人比你更难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放弃自己 应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 然后加强它 然后让自己再想个方法让自己再前进 让自己更勇敢地去跨越自己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障碍吧我觉得 当你跨越了那个障碍它绝对不是一个任何一个问题 因为前面其实还有更多的障碍嘛 这样你跨越了其实它就不是一个障碍 这样通常人往往在低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障碍 这样你只要跨越那个障碍它其实就是一个好路 它就是一个好路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不要害怕事情 可能也不要害怕你面对的可能一些不好的陷阱 就是不好的现状 不好的现状 但是在这些现状里面 你更要勇敢地去跨越 因为其实真的跨越了就什么事都不是 真的是什么事你都能解决 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的内心强大 有时候人往往都会觉得自己很弱小 其实不 当你真的是去做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 其实你的力量 你想象的力量 跟你内心的力量 你内心的力量 还大于你自己想象的那力量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能做到的 我不相信 我相信这世界上不会有失败的人 只有不想向前冲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对我来说 每一个人都是成功者 只要你想要 是 我们非常认同 每一个人都值得 拥有丰盛跟成功的生命 所以大家要 真的要非常的 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那今天呢 我们谢谢Steph 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那当然我们通过Steph的分享 可以感受到Steph 这个满满的感动 可以很感动 因为他真的是发自内心 来勉励我们说 其实人生并没有所谓 就一番丰盛 因为我们人生一定会有很多的坦克 跟一些挫折 但是只要我们勇敢和坚持呢 我们就可以迎来更加成功 更加丰盛的这个人生了 那今天再一次呢 谢谢Steph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每一集 上海名人坊呢 都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 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